高中二年级的舞蹈班职佑生尤天华 跨籍录取了英国北方当代舞蹈学校 年纪小小的他要资深前往英国求学 谈到他13年来的学武历程 尤天华说训练很辛苦 但当自己能够完成理想的舞蹈演出 达到期待的目标时 内心是无比欢喜的 他也期许自己继续努力 未来目标是要回到台湾 当一位国际级的专业舞蹈老师 带领台湾喜爱舞蹈的学生 也可以舞触自己的世界 站在舞台上用肢体展现 无比的自信和魅力 每一次的演出都是尽全力的展现 还未满18岁的舞蹈班 职佑生尤天华 谈到学舞的过程 他说很辛苦 但当自己能够达到期许的目标时 是无比的满足与快乐 很辛苦啊 但是虽然很辛苦 但是也可以很快乐 一直重复在练同一个东西 可是那个时候可能需要时间去累积 没有办法当下做到就会很挫败 自己在练习的时候啊 如果突然发现自己终于做到了的时候 就会很开心 还有跟同学们一起练习的时候啊 就是在开开心心的玩的感觉 因为大家都是为了像是同一个目标吧 在努力 所以跟一群有相同梦想的人一起练习 我觉得很开心 五岁开始学舞 就读华人国中舞蹈班时 开始赢得各种大赛奖项 佑天华在努力训练过程中 体会到练舞的挑战和成就感 高中的时候 北复新竹就读了竹北高中舞蹈班 今年高二就以优异的成绩 跨级录取了英国北方当代舞蹈学校 佑天华对未来的学习之路有很大的期待 因为到那边可以看到就是不同国家的同学嘛 所以我也希望可以从不同国家的同学身上 可以看到他们国家是怎么样用身体 然后怎么样去做表达力这方面 所以希望可以从别人的身上 吸取别的知识这样子 我还是希望可以回到台湾去做教学 因为我很想当老师 小孙女一个人要前往遥远的英国读书 一去就是三年 舞蹈出生的奶奶苏美珠相当舍不得 但看到孩子有理想有目标 苏美珠相当欣慰 她也细心叮咛小孙女 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 好好的去也要好好的回来 不到18岁的佑天华勇敢逐梦 她也建议现代年轻人要能够确定自己喜欢的目标 勇敢向前 创造自己的人生光彩 最重要就是一定要找到自己很喜欢做的一件事 找到自己的兴趣 你做了这件事你会很幸福的那一件事情 然后发现你的目标就勇敢去追梦 因为大家都还年轻 所以努力越努力就会越幸运 就如会欢迎时报道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